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下个月登场 花莲市美伦国中14号下午办理祈福活动 让孩子们在祈福字卡上写下自己最喜欢的科系、学校和目标 在校长以及老师的祝福下挂上自己的心愿 期盼一切平安顺利 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5月登场 紧接着就是毕业迈向下个人生阶段 花莲市美伦国中14日第七节课 特别举办第五届祈福活动 邀请7个班级149位9年级准毕业生 由家长会准备会考好运文具组给课班 最后在校长的勉励以及敲响祈福罗生后挂上祈福卡 期盼孩子们会考以及未来一切平安顺利 祝福我们9年级每位孩子能够点亮自己现在以及未来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教育会考前透过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能够选择他最喜欢的科系来就读 那每一个孩子都会有心中的第一个志愿 那我们这次的祈福卡呢 其实也是由我们的学生自己创作的 透过我们的那个就是多媒体的一个那个那个器材 所以呢每一个孩子呢都可以设计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把他心中的愿望 把他写过写下来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把他最美好的挂在那个祈福卡里面 我们希望给孩子的是一个满满的祝福 师生拿着在创课课程DIY创作的字卡写下心愿 不管是考上体中花女或者任何祝福的话语 校长孙台玉表示 希望借由祈福活动 提前让孩子了解自己心之所向 用最好的态度迎接重要的考试 顺利平安的迈向人生新的阶段 这次长方言华林诗报导